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要跟杨先生来聊聊就是在昨天 这个大家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英女王的这个世事 当然我们想跟杨先生更多的聊的一下是这个国际的关系 特别是在当下的国际环境当中英国它还有还是不是像从前一样是一个日不落帝国 那么首先来请问杨先生就是说有人说这个英女王的世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有人说这个查尔斯的这个继位就是他的这个查理三世吧 现在应该叫就是这个国王呢他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我首先想请杨先生这个您会如何来评价英女王的这一生 2017年英国BBC拍了一个情景剧就是查尔斯三世 假设了英女王去世然后查尔斯三世就继位 里面又谈到了一点就是我昨天的节目也谈到 就是那个剧中的那个首相把国会通过的议案 那么交给了查尔斯三世 查尔斯三世好我知道了留下来我看看再说 结果呢取国大惊 因为呢这英女王一生他从来没有过 他闭着眼就有个签法案 没曾想这个查尔斯一上来就想关心国家大事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英国皇国王他有最后的伙绝权 但是英女王呢这一辈子从来没有 他经历了十几任的这个首相 对十五任 他从来没有过问过国师 你爱干嘛就干嘛 但是我就是旅行一个我做一个虚军 一个真的共和真的虚军 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君主立宪制来讲 英女王他跟日本的皇室 皇天王就固定你就是个仪式 你就是一个象征而已 但英女王他是没有法律规定说你不能过问 但他没有过问 所以呢一个96岁的老太他终于这个走进了这个历史的走廊的深处 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1952年他爹死了以后 那么他继位53年家 53年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年 就是我们70年他也70年 是我们狗活的乱世之中 他在斯斯兰的走 这当然70年在位呢 就维系的英国和英联邦的完整 虽然英联邦在战后的民主解放运动的独立运动的纷纷独立 但是还维系的一个英联邦的架构 到今天为止英联邦还有13个联邦的这个参与国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他能是这个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的这个国家元首 所以这个仪式的东西他不是一个英国 那好了 这个维系的英国和英联邦的完整性 但是需要付出自己一些忍耐力 因为战后的英国他跟战前的英国不一样 第四大战以后 二次大战以后 英国做一个日不落的帝国 整体是走向衰落 他的超强的地位就被美国所取代 理所当然的取代 那么现在变成20的国家 但尽管20但是英国的转型 跟阿古鲁萨克逊的这个五眼联盟 就是他严格按照英语体系的这些要求 跟美国走得很近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你跟英女王一样 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衰落 以及帝国转型转身的成功 英国在澳洲他的高薪科技和金融证券 他是做得非常的成熟的 也就是说英国他是通过制度维系的 他到今天为止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制度在几百年前两三百年前 他移植到了北美大币 我们上次好像也说 我有个节目专门看这问题 英国的新教 英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制度 保护失产 这个亡在法下 工业革命的成果 以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主义的尊重 他在这个基础制造 在北美的殖民地就得到了花样光大 当时的北美的任何一个自由人 跟老欧洲相比 他会觉得自己非常兴趣 对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 非常的骄傲 那么这就是英国这样一个制度的延续性 我们看到北美洲南美洲 葡萄牙西班牙 以及像德国等等的这些 强大的这个欧洲帝国 他们也到南美洲去殖民 那么你看今天 他的南美洲的物产自知丰富 资源继续丰富 但今天为止南美洲 这么丰富的资源 为什么没有一个制度性的繁荣 反正现在很多国家一天不留一天 那么到现在能难摆脱不了贫困 那北美就包括你们加州 包括很多美国的地方 光摩之地 没有什么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现代化的开采技术 石油还没有挖掘出来 对 为什么北美的13个殖民地 能够联合在一起 能够遵守独立建国的原则 他没有一个像南美洲那样的资源 但是他们发展现在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还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这里就叫制度优越 制度的取胜 这一点 我觉得英国作为一个现代的恶流国家 虽然他的航空母舰只有一艘 虽然他还有很多的这个力手不带的地方 他就没有办法像当年那么横行霸道 大航海时代走到世界任何个嘎拉脚 嗯 这包括了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原来的海上 荷兰这些海上的这个帝国 然后取得了一个200年的环境 这一点来讲 他能拦有自己的核心竞争用事 尽管他也有很多面对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伊利莎白二世 他是以极小的皇权 获得了英国 包括英文人民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尊重 最大的尊重 那么这个皇室的文保 他皇室的这么一个制度性的一个严谨 当然日本的皇室 亚洲的文莱皇室 以及泰国皇室 以及欧洲的一些大公国 还有一些仅存 说我仅存的皇室 没有办法演讲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 是来相逼美 那么阿拉伯那些皇室的更不能说了 他都基本上过去老欧洲那一道 垄断性独撰性的东西 而这一点的英国 在1215年的大宪章签署的时候 他是没有地理 贵族是对他有制约的 王在华夏 这个习惯就慢慢到了温莎王朝 到了乔治五四之后 还是五四还是六四 他跌之后 他就恪守了这么一个规则 而这个规则维系的恶流帝国 在战斗地经受了很多的风风意义 那么他有自己的独立选择 包括脱欧这个阻挡 所以我英女王 过去的七十年 他见证了百年历史的一个跌宕起步 当然也见证了英国的优胜转衰 来逐渐走向平稳 对 那么这里面就像我讲到了 应该研究一下这个样子 1688年光龙革命以后 签定下来的 均主力限制 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 一个政策上的政治上颠覆性的改变 而相形之下 欧洲各皇室 整个皇室的衰落 是经过大革命 暴力革命所所被取而代之 所以英国为什么可以取代法国 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 跟他的制度是有关 制度的相关性 所以我想从版图上来讲 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没有 非常大小 非常小 日落不是日不落 在跨时区的角度来讲 日不落这个概念还在 当然没有曾经的繁华 但是这个国家 他在人类的近现代史 尤其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中 他扮演的一个 取足轻重的角色 尤其是工业革命 对 尤其是保护私人财产 尤其是王在法下 这一点就包括 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指导之下 领导之下的制度 五岸沉默契 我们什么可以想象 王在法下呢 总书记的法下 现在是党底法大的国家 那么这人跟英国相比 就不一样 所以我想 两种制度 我们从制度的基因考虑 而且对英里王在过去 这个组政或者在位70年 恪守这样一个最小的皇权 我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评价 是 这里啊 这个杨先生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部分 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您 就是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这个君主来说 或者是对于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 权力的这个 对权力的欲望 或者是对权力的控制 应该是这个很大的 那么所以我想请问您 刚才您说到了 这个社会制度 它是有它的优越性 那您觉得是因为权力受 这个权力是因为受到了 社会制度的制约 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呢 还是说英女华它本身放弃了权力 让这个制度更加的优优 从1215年的大宪章的签署 其实欧洲的整个整体和东方国家相比 它皇权是弱的 因为市民社会以及商人阶层 以及贵族所拥有的 所以他来讲的大庄严主之类的东西 他的维护这个权力 它是很弯强的 皇权屈护以法 而这个法是有企业的约定 那就是那个国家 其实在基督教文明的支配之下 他对契约精神的尊准 可能比东方国家要严重 东方国家哪有什么法 执政者就是法 老子就是法 因为文来国王 他可用伊斯兰法惩罚任何一个人 阿拉伯的国王和酋长 他可用各种方式来 确保自己的权力 国家就是他们家的 国家就是他们家的 在其他一些社会形态也有 和朝鲜的金正恩 都姓金 三千里江山 是吧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不一样 我写的 王在法下 他是有历史成因的 了解 那么对法律的遵从 以及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的沉淀 这就是普通法架构之下的一个 他是所有的法律的制定 不是为国王服务的 是为工商业资本主义的 畅通文族服务 对 是的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的可能 要熟悉历史的朋友就了解 我写到这里呢 有必要跟大家来 再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是的 谢谢杨先生 确实这个 像刚才杨先生提到的 皇权比较弱 这个确实是在 那个时候的欧洲或者英国 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贵族等等 其他的势力会比较强大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英女王在他逝世之前的 一天还是两天 他刚刚任命了最新的首相 那么有人就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更替 当然就是说 女王本身没有更多的这个实权 它是一个象征 但是新首相的上任呢 也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英国可能会产生动荡 您觉得这个观察是对的吗 两个女性 一老一少都叫伊丽莎白 嗯对 然后呢这个姐妹 小时候的时候 是对皇权是非常不屑 对他要推翻君主立宪 70年代的这个年轻人 对 那么七七里 他也不会出一本正经的会议 但是女王还是微笑以待 你从他的职务 你看一个女王接见他的时候 他手都是黑的 如果他打针打 这个老太太倒不起 得了两次新冠肺炎 到现在好了以后再走 嗯 他也告诉我们新冠肺炎不可怕 对 不要想跟他整天 如今了这个 如临大敌 大敌 那么我认为呢 目前呢英国的国内外的形势 尤其是国内的形势 几乎跟1979年杀切尔不能上台的时候 接近 对 接近 那么现在呢就一个通胀的压力 能源的压力脱欧以后啊 跟这个欧洲的这个关系的紧张 以及这个前任的首相 叶翰逊的天马行空留下了很多的问题 对 包括他现在来讲的苏格兰那只炒得要独立 美爱尔兰问 要搞清楚 他的日不落来讲 我们就不想说 英伦三岛是不是完成他的统一题 都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呢 这个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区别 因为这个女性 她说在治理沙切尔布人 我觉得她先干一个月 两个月以后再说吧 对年轻人还是记后望 他已经把他的内阁成功 变成是英联邦的内阁 几乎没有一个白总人当大臣 这个也是新英国的一个新的时代的现象 没有一个白总人出任内阁大臣 这也是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但不像是英国的内阁 像英联邦的内阁 那里面呢就讲了 第二个呢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这个整体的协调性能够做到 特别是经济的问题 马上入冬了 对能源对这个紧张 对它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沙里山寺呢 未必有英文李王的凝聚力 英文李王呢知道他 他丈夫呢有无数个情人 至少30个 可能外面还有兄子 但是他不能够像戴安娜一甩手就离婚 他人鲁护重维持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家庭结构 虽然他们家一大五度那个安德鲁什么之类的 对对 他的女儿啊 安妮公主啊之类的东西 那都很多不愉快这个婚变呢 包括哈里王子的梅根的这些事 对 也给他带了一些烦恼 但是他维持了一个家族的完整性 这一点呢 查理事就做不到 他有份外情 那么漂亮的女老太子 老婆也不疼惜 我找了一个卡米娜 这当然也是爱情的见证 可能也就是恋恶情景 是 这个诸如此类等等 我不去分析他 他的民间的威望 不像他妈那么高 对 他就跟他爹一样 福利普一样 也是口不择言的 经常出文 外交上出文的问题 像这样一个口不择言的人 后来叫他闭嘴 也是很痛苦的一个事 那么当然人们就对君主立宪制的 可持续性就有很多的信仰 在二战的时候 像挪威王国六典皇国 以及芬兰的那个 当时的一个将军 他们在抗战的时候 丹麦这些 他表现的话张力完全不一样 西班牙的这个王国王 在八十年代 富朗哥走了以后的 西班牙的整个革命的政治转型 扮演的角色是持续 非常厉害的 像当年那个巴西的独立 也是由葡萄牙一个帝王 率先引起 这个时候呢 在大时代的转变过程 扎里三世或者查尔斯王子 有没有这个能力的本事 继承他母亲那样的一种格局 胸襟 那是令人词异 当然我知道查尼斯也七十三岁 过七十的人说老师 精力都有限 包括我们在内也是这样 我们的自己也知道 这个生理年龄的限制 不可能让一个人涌吹不醒 永远在位置不想下来 不想下来最好的方式 是因你往前 虚军 英国这个制度 为什么可以长胜而不衰 是因为他争共和 第二个他争虚军 东方民族很难理解 这个虚军这个概念 也就是日本的 如果不是战后 美国给他那个宪法的设计 但是天皇原来是很神秘 没成想是一个招老头 一点点讲话不清楚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个皇室 那真是国家理性的东西 泰国的皇帝 国王那是奢弥 浑身都是温身 原来是浪荡公子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人家整个国家 现在都在搞新冠疫情 他带了几百号人到德国去 整个酒店包下来 但是泰国人他没有这样 他的寻粮和服从性 这也令人惊讶 对吧 那文来不一样 那地方小 但有钱 全部的造作 我去过文来 在他们的华文中学 你看到中军爱国 我吓一跳 这个词在中国 我武士运动以后就不存在了 但是武士皆是 那个国王给大家很好的福利 那没办法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就是还有一点 战后 英国经历了多次的政治经济的动荡 包括北二人的独立共和军 当年对他的这个救救 那个蒙巴顿勋结都给暗杀了 那么这里面就讲 他都经受了这么一个清代 我们也希望英国坚持意义了 仍然可以维持这样一个政治架构 希望他长治久安 对 主持人 是的 没错 这个确实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像刚才杨先生你讲到的这个查尔斯王子 应该是查理三世国王 他这个接下来会给英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还是要再继续的来看 但是呢 这个新首相 其实他这个上任 会对国际关系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呢 我们看到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 已经对中国有过非常强硬的表态 而且呢 这个对中国这种表态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西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当中 是应该说屡见不鲜 包括这个我觉得像澳大利亚 然后像这个美国就更是了 就是您觉得对中国的这种态度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里面当然是一个红板派的响 成绩也就是中国也成为全世界一些国家 竞相访问呢 竞相表示友好 那不只是因为看到中国庞大的市场 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形象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对吧 完全不一样 现在是以斗争哲学支撑的一个战狼外交 没有交朋友这样一个叮嘱 没有交朋友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详细的这样的叙述 我想呢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70后应该是 我想是50多岁 还算年轻 那么70后主政 他一定有主政的一个那个年代的时代的印记 第二个呢 这个老姐姐呢是保守党 但是他有左翼的思想 在英国的整个政治社图上 他是属于消息比较准 内阁没有白色人种 这一点就是别开声音 这比拜登政府的这个民主党政府的 对有关政策还要还要走先一步 这个人呢 嘴硬他缺少萨切尔夫人的破例 而且我不知道他的团队 是不是有当年萨切尔夫人那样团队的一个建设 那么英国的外交来讲 他在战斗位置 对美国是一步一趋的 美国干什么 他都干的毫不犹豫 干当老二 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来讲 是了不起的一个选择 他虽然已经不像普京这样 俄罗斯人生衰竭了 他还想当老大 所以以后的普京跟习近平的关系 怎么互动都还是个问题 英国对外交对美国的一步一期 就决定了他呢 选边战和战队他不会跟错 美国错他还跟得错 你看看很多外交表现 第二个呢 暗克鲁萨克逊的无影鸿鸿的劳不可破性 这一点一直受到检验 这个英语国家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还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个他的劳不可破性 除了情报的共享以外 其实呢 他也显示了这个白色人种 这个英语体系人种 他的内部的营取性 这个文化的营取性也不要小看 第三呢 就是他对华政策呢 也是跟着美国的大方向走 因为他跟中国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当然我们现在很怀念的这个中英关系 在比较好的时候了 英女王是扮演角色的 英女王两次到过香港 一次到过北京 那么都得到了这个 中国的很好的这个接待 那个时候的中英关系 1986年中英联合声明上签署 双方进入了一个共同维护香港的 主权回顾的后顾期 香港问题在目前的中英关系的部分不断 但是英国这个他的处理外交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他妥协性很明显 工商业资本主义 跟那个意识形态价值观 为曲导的美国这个这个超强 这个帝国的这么一个外交思想 在执拗和偏执是不一样的 英国人他善于妥协 做生意的人不妥协 是赢不到钱 这个工商业资本主义这样一种 思维惯性会伸透到他的 伸透到他的这个外交的表现上 他曾经也很强硬在香港问题上 对 曾经也提出过我还是我来管理个 美年给你交书籍交管理费 他就是说你们管不好 老邓说管不好也是要中国人指定管 果然现在有点管不好 当时有提出来 杀戒国人就提出来 包括通过香港的一些滑稽的这个 行政会议员向北京来托管 人是你的我们来管 那每年给你交多少管理费 包公司 那个时候老邓想想就算了 就让你来管 我觉得现在这些麻烦的事情 也可能少一点 对吧 会有人贴大标语什么 邓小平万岁之类的 但是不可能像香港前几年 包括今天搞的一塌糊 那么这里面就讲 我想这一点跟美国不一样 也跟立陶宛那种跟苏联 跟这个共产国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深仇大恨不一样 英国人这个捞弯掉人家 我举个例 嗯 八九六四全世界西方国家 对中国经济封锁 嗯 从哪里先度过 从英国先度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新机场的悬殖问题 炒得非常 英国人是挑了一个最差最差的悬殖 今天是一个吃辣椒 完全靠填海填出来 而且那地方是世界上 风气变化生率最高的 嗯 中国重新来讨论 好了八九全球这个经济封锁 不然中国说可以 我们同意你的这个选择 一百多亿的这个开机 但有一个条 那个马祖安高兴死了 嗯 他说有一个条件 你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来签约 屁颠屁颠的第二天就来了 哈哈哈哈 一来 西方的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就破功了 对 中国用了一百多亿和一个吃辣椒新机场 打破了西方的这个 如果英国跟美国一样也是那么坚定不一 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 对 所以我想英国在 外交方面 尤其跟大国外交方面 他的妥协性很明显 所以呢对对华政策会强硬 但是如果在利益相关的问题上 也许他 比美国更容易团结 这一点而且我们就 把这就放在这里 当然呢就是 这些连中国的战团外交伤害很大 对英国也罢 对老欧洲也罢 对 对 是不可以像过去那样 但是呢再怎么难也难不过 文革的时候呢 这个一把火红卫兵 把英国的北京代办处给烧掉 后来周恩来出面 向英国表示道歉呢 重新把这个楼给盖起来 中国自己花钱 然后呢 中国的英国的代办处呢 整天跟人家吵架 天天就站在那个代办处门口 刀声朗诵毛主席一路 那个时候还有毛主席一路 还有一路 现在只能跟人家干仗 这个时光在导流 这个水平的倒退 所以我想这个中英关系呢 这个也会有一个调整期 但是不是现在 现在中国跟国际社会是空前的孤立 他还觉得他妈的 觉得自己呢 像东方的一盏社会主义名灯一样 这个很可惜 不知道这样的弯子怎么转 我想以后看不到 最近有改善的迹象 所以我觉得强硬 大家嘴硬都可以 嘴硬谁不会 关键要有实力的嘴硬 英国人的实力跟美国人不能比 但是他也要表现他的存在 他再怎么取用怎么弄 那去年还弄了一个航空母舰弹动 就在亚洲来走一走 因为整个亚太地区远东地区的 从近代史以来 所有的涉及的战争旧婚和领土旧婚 都跟英国人有关 英国人这个像我们可以重蹈这个 日俄战争远东莫尼黑 日本918事件 他的整个绥靖政策延续到了东方 包括英国在亚洲地区的很多殖民地 印度印巴分治等等的东西 缅甸的中缅边境 中国跟印度的边界性的划分 现在埋了很多世界上很多定时炸弹 这英国殖民者留下他非常的缜密 而且老谋深算 包括今天的以巴夫冲突 巴勒斯坦等等等等 包括今天的中东 包括今天的非洲大陆的国界的刊店 留下了无休无耻的这个麻烦 老的这个殖民者他的老谋深算 包括南非 布尔人战争这个问题 留下来的英国的统治 但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 留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 和普通化的价格 这个在新加坡现在的整个政府的运作 能够那么良好 保持相对比较连结 还有比较那个高效率 还有这个新加坡现在的金融体系 跟英国的金融体系 美国的领交所其实跟英国人 我们也知道整个世界上最成熟的 金融证券的制度 商业银行制度 是从意大利的三个承邦国家出现 勒列亚 还有这个威尼斯 还有这个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伦萨 佛罗伦萨吗 佛罗伦萨 是从那个地方起来 犹太人掌握了这一点 他跟这个欧洲大陆 整个基础造文明有一定的冲突 因为不喜欢高利贷 这个基础家 太人他不管你放不放 有利可足 而这套制度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 被英国的工商资本就拖散了 那移植到了美国去 美国的纽交所成立前隆57年 到现在他跟英国的伦敦 和曾经的香港 现在的纽纹港 世界三大的国际金融教室 现在这个中心 为什么曾经在香港 那当然是香港 限到一套完善的这个金融体系 企业精神和当然国际仲裁的位置 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香港 不在新加坡 不在日本东京 不在首额 就香港有着地缘优势 有这种新加坡的某种不可取代性 但现在的香港鸿手让人 所以新加坡政府一直想方设法 想给习近平搬一个巨大的这个勋章 现在到借口 这太厉害了 英国人留下这一套 是得到高度评价肯定 当然还蛮想多多丁子 包括印巴分子 孟加拉这些到今天为止 一塌糊的终结 都跟英国当时留下的东西有关 所以这也是个 整个殖民地的整个日不落 之前还烧了这一把 有些地果在来解决 但有些地方到现在还是个延坏 OK 是的 就像这个杨先生说的 虽然现在不是日不落帝国 但是他在之前的一些东西 他影响了现在 还有他的这个遗留在这个地方 对 好 然后来问一下这个杨先生 这个当然除了对中国的关系 刚才杨先生已经分析了很多 其实对于乌克兰本身的话 这位新首相 也是要去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英国 是面临自己非常大的一些经济问题 你看他上来就批了大概有 我忘了是多少钱 十几亿吧 是这个来补贴这个能源企业 然后再加上呢 现在其实英国有一些罢工潮 所以经济问题 其实是英国内部的问题 这个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说 也是非常急于去面对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继续的支持乌克兰 一定会去消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先跟杨先生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的节目当中 有一位美国人 他对于乌克兰的看法 因为我也问到他 我说美国现在经济也不好 然后那个通胀也很高 英国比我们还高 然后呢 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觉得还要花这么多的钱 去支持乌克兰吗 因为这个把这些钱拿来补贴 老百姓不好吗 就是当时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他 但是他给我的回答就是说 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要支持乌克兰 就是他会认为支持乌克兰这件事情是要做的 但是如果拜登政府 你没有做好通胀 没有控制好通胀 让我们的生活不好 那我要去向你追责 就是所以这是 我觉得这是西方国家人民的一个想法 这个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我是在大陆长大 所以就是可能想法不一样 所以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你觉得英国对乌克兰来说 是不是会像美国一样 大力的支持下去 中国曾经也一样 只是你那时候年纪还小 那些裤子带支援越南支援朝鲜 然后支援阿尔巴尼亚那个灵灯 搞得他满大街满地都是这个 都搞得五休群的梗标 不断地写内参 要求停止这个对 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国内穷那么多 死那么多人 对吧 我想 乌克兰这个有价值观的取代 由到目前为止 前首相包括现在的英国 对乌克兰的支持呢 其实是 目前为止还是去库存 对 第二个呢 他是在履行北约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责任 并没有 大幅度的超出他的军事一顺 他跟国内这些都不一样 英国之地本身有北海油田油气田 他对能源的这个需求可能不像老欧洲那么的紧缺 他跟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的连接非常少 所以英国要解决他的能源问题的这个困难程度要比老欧洲要弱 所以我想这一点不一样 他六句 前首相自比约翰逊 自比丘吉尔 这个首相自比沙切尔 沙切尔打了一场乌克兰群岛的战争 不远万里 英国的整个元气大伤 所以英国对这个东西还是会有很功利性的趋势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心 并而支持乌克兰呢还未继续 除了你说的他的这个价值观的取代之外 我认为他到现在没有完全把英国现有军队的最精烈的部分和库存 全部拿出来 还是相对比较中对中端的这些武器 还不是那个高端的武器 所以我写的这一点 那么他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功 他必须履行他的防务责任 我想内忧战是不好外处理外汉 所以我这一点他还会持续 不然老百姓想说你写的钱给我买油器嘛 没有那么简单 国家考虑的可能跟我们的角度不太一样 对是的 确实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有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接触 然后了解到这些美国朋友的想法之后啊 我真是是稍微有点讶异 但是我觉得可能跟跟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还有他们的这个包括社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还有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来问一下这个杨先生好 那我们知道英国一直是美国非常坚定的盟友 所以在这位新首相特拉斯上台之后 你觉得美英的关系是不是会更加的稳固 这样的话对于中国本身在欧洲的战略 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美英的关系的稳固性不需要怀疑 因为这个小老弟跟得很紧 跟得很紧 那么美英关系的稳定性对美国处理好跟欧盟和老欧洲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牵连 尤其是对法国和德国的关系 脱欧之后呢 英国跟欧盟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完全处理好 因为脱欧以后他现在劳动力紧缺 他不能从欧洲大陆获取更大量的低价的廉价的劳动力 还有其他的这个物质调配 以前都是堵了一起 金融体系他原来就坚持自己拥棒的独一线 所以我想 因为美关系不会有太大问题 反正我就跟着走 邓小平他女儿问邓小平的长征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 他三个字跟着走 他就跟着美国走 你美国走断了我就走断 反正我也吃不了大亏 对 这个也是这样 美国现在这样虽然是横行事件 但有这么一个老盟友 他应该是心怀宽慰 因为在其他方面来讲 德国 欧洲 还有这个法国 有很多不尿美国的地方 对吧 虽然西班牙 利大利也有自己的想法 当然东欧国家加入了这个北约或者欧盟 他们看法跟美国的关系就不太一样 他们进一步的暴军美国大陪 他们就很危险 所以现在开始有点狂妄 是吧 开始有点狂妄 昆蘭的国防军的司令 你会不会考虑什么时候你们打到的 莫斯科 他狂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打得到打不到 我担心波兰的军队接住先登 这些国家是深仇大恨 这个大恨因为斯大林什么列宁 是一直可以延续到比特大帝 对 延续到亚历山大 延续到历代杀王的 打波兰打对点 那时候被沙尔帝国打得七昏八落 是吧 还有呢 已经在18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两次 他们这种深仇大恨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 要对欧洲的历史有所了解 才知道他们现在 为什么会打得那么不一的 包括乌克兰为什么会 二战的时候出现大量的 这个乌坚跟纳税德国战在一起 大饥荒让他们二十多人 他们怎么会认同苏文共产党这个时候 是吧 他们都有前因的后果 是的 确实这个都是这个历史 历史总归是这个会带来对现代的一个影响 当然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不管是国王还是这个新的首相 他都会带来一种一些局势 但到底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观察 那么这个话题 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